澳門鏡湖醫院康復科在鏡湖慈善會 以及澳門基金會的關心和支持下 引進了三套新的康復治療設備 能夠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康復治療效果 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更加優質的康復服務 澳門鏡湖醫院去年由歐洲引入了三套先進的康復治療設備 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更優質的康復治療 鏡湖醫院院長馬學將表示 新設備可以有助提升康復治療效果 鏡湖醫院副院長張鎮榮指出 新設備令康復治療模式逐步由勞動營向科技智能營轉變 所謂科學康復和人手康復是很大不同 人手康復就是單純用個人或治療師的康復是很靠經驗 但現在我們新的設備是很有科學的依據 以及每一次做完治療之後有數據很客觀地評估了它的進展 我覺得這裏才是我們引進設備最關鍵的一個原因 三套的康復新設備包括康復機械人治療系統 下肢康復機械人水中訓練系統 康復科主任劉忠良醫生表示 新設備適用於例如肢體及驅幹動作功能缺損 腦中方、運動損傷等病患進行康復訓練 效果會提升的因為有很多研究都證實了 有些康復機械人的治療效果會比傳統更加有效 譬如一些坦滿的病人 他們透過這些下肢康復機械人治療之後 對他們日後的一個步行能力是會有早的準備是會更加好的 鏡湖醫院康復新設備比起傳統的治療訓練 有明顯的提升和幫助 同時可以增加病人對康復治療訓練的興趣 我是衛士記者 許智鴻 馮正恩 陳健 澳門報導